看张震奖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房客 那时管风刚刚将房子租给了一户从外地来的三口之家 那是小两口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 那小两口看起来很老实也很干净 提前交了三个月的房租之后 他们就搬了进去 可是刚刚过了一个多星期 管风就接到了那个妻子打来的电话 管先生麻烦你赶快过来一趟 怎么了 在电话里不好说你还是赶快过来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电话里那女人请管风赶紧过去一趟 管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在电话里说 好我这就去 没办法管风只好亲自前往了 哎呀您总算来了 开门之后管风看见那女人一脸的交集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啊 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哎呀到底是什么事啊 是小宝 哦就是我家孩子 孩子怎么了 他总是哭 他总是哭 这这好像不应该跟我说呀 不您听我说 你不了解我这个孩子 他其实很乖 以前每天晚上几乎都不怎么哭 睡觉也从来没让我们费什么事 从来都是拍一拍哄一哄就睡了 不哭不闹的 可是自从搬到这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变了 每天晚上都哇哇的哭 也不睡觉 哦我知道了 那可能是还不太适应新的环境吧 大人不是也会有什么水土不服啊 换地方睡不着觉什么的这些毛病吗 可可是这孩子实在是有点 哎好像已经超出了你说的那些程度 而且你看这儿 那女人举着强盛的几张大胖娃娃的图画 以前在家的时候 她一看这些画就咯咯的笑个没完 可是现在不看还好 一看就哭得更厉害了 那你找我来 该不是要说我这房子有什么问题吧 我我真是觉得 哎呀要不然这房子我们就退了吧 第二天那对夫妻果然退了房子 好在那房子正处于交通便利的繁华闹市 所以很快的又有一个新的房客住了进来 这回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单身女孩 可是又刚刚过了没几天 有一心早上 管风正在上班的路上 她忽然接到了那个女孩打来的电话 喂管先生 我是租你房子的那个女孩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您 您要过来一趟吗 到底什么事啊 我要去上班呢 哎呀麻烦你马上过来一趟 是一件很紧急的事情 没办法 管风只好掉头赶了过去